与唐宁街的派对门事件持续发酵 再加上英国的奥密克隆变异毒株还在疯狂蔓延 如今从普通民众载到政界内部 对于英国现任首相约翰逊的不满都已经达到了顶点 甚至就连约翰逊在脱欧议题上的亲密战友 同为保守党阵营的议员大卫·戴维斯都按捺不住失望的心情 在1月19号的议会发言现场公开炮轰约翰逊 让约翰逊立即辞去首相一职 事实上当天要求约翰逊立即辞职的不光有同为保守党的盟友 反对派的批评更是山呼海啸一般狂勇而至 据BBC在19号当天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 当时在议会现场有来自英国反对派议员埃德戴维对约翰逊质问 通知现任首相已经没有资格为英国民众制定新冠防疫政策 同时还大声疾呼最好的防疫政策就是让约翰逊下台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批评者 约翰逊在现场竟然用了一句磕磕巴巴的中文做出回应 你好 认识你很高兴 显然 埃德戴维虽然想象了约翰逊会为自己辩解 但是他绝对想不出约翰逊会采用这种办法 因此当约翰逊笑着说出这句完全不知所谓的中文时 尴尬的反倒是身为质问者的埃德戴维 而这段意外插曲也的确让现场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不少 一阵哄笑之后 约翰逊又继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可是议会中各位达官贵人的互相公结 落在英国网友的眼中却是别有味道 有英国网民一针见血地指出 约翰逊是想通过说中文来宣传荒唐至极的中国间谍故事 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妖魔化中国来拯救自己的声誉 也有的英国网民直接嘲讽 称约翰逊本人就是英国防疫政策的最大安全漏洞 事实上 约翰逊为了避免自己的首相生涯 坠入一个毁灭性的结局 已于近日悄悄启动了一项名为拯救大狗的计划 可是从目前来看 这只金毛大狗的命运似乎已经是注定的 约翰逊的首相生涯也遭受过外界的批评 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猛烈 与其说是约翰逊三番五次的违背社交隔离令 参加甚至是举办派对 在首相补底和自己的团队成员饮酒作乐 从而犯下了重怒 倒不如说英国民众对于约翰逊政府反复无常的防疫政策感到疲倦 特别是政府颁布的这些防疫政策 非常没能取得正面效果 反而还导致奥美克荣病疫竹株 在英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确诊高峰 以至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更不用说 由于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 也同样影响到了脱欧之后的英国 多重压力的叠加之下 英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是一触即发 而在这个时间点被媒体爆出的派对门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英国民众负面情绪的宣泄口 可以看出约翰逊目前依然留恋自己的首相位置 不愿意如此狼狈地下台 只是约翰逊用来自保的手段实在是不堪入目 撇开当众讲中文来暗指反对派是中国间谍以外 英国政府还宣布全面放松现行的防疫规定 可见约翰逊已经将希望寄托在反疫苗 反口罩 反社交隔离的三反人群 通过取悦这部分群体来维持自己的声望和地位 可是这种以牺牲普通民众生命健康所换来的权势地位 也只能让约翰逊在日后恢复更多的骂名